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伯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上节课咱们分析了一下 将30存在数据库 那数据库的表结构的设计 对吧 以及程序主体框架的一个结构 这节课咱们就实现一个存取的实现 我数据库 对不对 来 我们打开我们的程序 这个里边 咱先假设把能用到的 能用到的什么呢 一些属性咱们先声明出来 对吧 当然这些属性优用不是咱们的重点 比如说Public STTIC咱们都用静态的 好不好 比如说我们得获取一下当前的时间 对吧 当前是C time 当前的时间 然后我们得获取什么 最大的更新时间 当然最大的更新时间 我们可以 其实当前时间和最大更新时间 咱们那里边都可以有对不对 但这个属性咱们最好在这里边可以改一下 比如说最大的生存时间 就是最大的生存时间 LIFT time 对吧 对吧 然后咱们还得有客户端的IP 对不对 还得有客户端的浏览器 U AGE NT 对吧 这几个属性 这块 咱们这块把它注释写上 PDO的对象 对不对 然后这块是当前的时间 得获取到 还有这个是最大的生存时间 还有这个什么 对 用户正在用的 对吧 IP 然后这块 用户正在用的浏览器 对吧 这几个字 那咱们这里边值呢 先假设 做几个 对不对 比如说 当前的时间 SELF BOWC Time 那我们可以就直接 就是Time 对不对 这就获取到了 然后呢 最大的生存时间 Time 对吧 这个呢 最好跟配置文件的同步 对不对 那怎么获取配置文件里的值 前面刚才也说过 用INI 下号线 GET 对不对 里边 最大的生存时间 这个我也没记录 咱们就找一下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里边 PSP.INI 找一下 SESTION.GET 找一下 SESTION.GC 查找一下 找一下 找一下 这个 最大生存时间 这块 咱们 先 好 50秒吧 改一下 好吧 20秒 有点太短了 对不对 怕咱们做实验受影响 我们这可以 APAG可以重启 一下 APAG 这个 用户 客户端比板器 咱们简直是Ie 咱们先临时存一个值 这样的话 咱处处画的属性是不是都有了 对不对 然后咱们详细做这些 这俩只是临时的 看一下 现在我们已经有PTO对象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使用的时候可以先往数据库里边写入 对不对 写入的时候 还容易了 直接做一个 Security 等于什么 Insert Into 插入到哪个表 就是SESTION 咱们这个表 对不对 插入SESTION表 哪几个字段 SID SID 对不对 有数据 还有UTIME 更新时间 还有UIP 还有UAGENT 对不对 是不是这么几个值 然后V流值 咱们是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是不是这几个五个值 SID 这块咱们少了一个S 对不对 这个都对了吧 然后我们用PDO的STMT等于SELPDO是全局的对象 所以用SELPDO里边有个PREPRE准备好的一顿$CIRCLE对不对 然后我们执行一下 CIRCLE 执行一下是$STMT里边有个EXE CUTE执行的时候我们把值传进去看一下 SID是不是就这个数据是不是就DATA 就是传进来DATA 我数据固存 然后用户的时间SELP里边有没有一个 这个应该是更新时间对不对 默认是不是就当天时间SELP CTIME 对不对 然后用户的IP SELP UIP 然后SELP UAGENT 多了一个G 对不对 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几个值一执行就能插到数据库了 现在我们试一下看一下可不可以 我们直接先用TEST做实验好吧 在这里边我们打开它报案的 虽然我们内存数据 但是我们现在你看 访问一下这个TEST 先看一下这个表 SESSION 从SESSION表里边是不是空了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块 Lockhost里边有一个TEST.PST 刷新一下 这有个语法错误在六十四行 六十四行 六十四 这个里边 EXECUT SID 速度 SELP 没有解释了 我们看一下错误题是什么 说语法错误 语法错误 嗯 insert into circuit 值行 ese COT 数字 SID ot data 逗号这里边都是逗号对不对 没有写错的地方 我们注视一下这个 确实是最好的问题 数组 sid data 这边少了一个冒号 对吧 少了一个冒号 来 语法错误吗 来我们再刷新一下 没有错误了对不对 我们再开数据表 存不存进来 存进来 数据是不空的 嗯 我们再刷新一下 你看 只要有刷新 有写入的动作 这里边是不是就写一哈马 而且sid是不是同一个 那你设想一下 如果有一个人刷新10次100次 这里边有100次1000次记录 是不是就不好操作 等下有唯一的一个操作 对不对 而且我们这个数据 没空的时候 你往里插入有意义吗 没意义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可以判断 因为现在30里边 我是不是还没写值呢 没有 没写值就是为空的 对不对 那就算我写值的话 它也不一定 怎么的 每次它都是不为空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儿做一个处理 什么处理呢 如果 DOT 碳号 ENPTY 什么意思 如果不为空的话 我们是不是才插入啊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把自己里边的两条记录 DOT 删除 不让我们从 塞成表里边 清除掉 然后再执行一下 是不是空数据了 现在不为空 对我们才插入 来刷新一下 看一下 好 看一下有数据吗 是没有数据 说明有判断是可以的 对不对 不为空 咱就帮你插入 但是呢 我们现在假如说在这里边 我们写上数据了 只需要我们DOT 副下号线SESLN Session 写上 用户名等于 妹子 对吧 然后DOT 副下号线SESLN Session 里边 年龄 等于 10年前的年龄 18 对吧 那我们再刷新一下 你看 这里边现在 是不是就有数据了 数据是不是也格上 我们再刷新一下 再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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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不是存了好多条 咱们想要的是 一个用户就一条数据 这么多条没有 对不对 所以咱们这里边这么写不行 还得需要做一个判断 对不对 判断什么 我们就得先看数据库的数据 为空 对不对 所以我们再做一个 四个语句 SERECT 对 那个 新 让我们从 SES LN Session 里边 Wire条件 什么呢 SID 等于 问号 对吧 然后 STMT 等于到SELF 里边的 WPTO 里边 有个PRE PRE 执行 WCQ 一段 对吧 然后 STMT 里边 有一个 什么 ES SECUT 里边执行一下 这个 数据 数据里边放一个倒数 SID 是不是我们能从数据里面过去数据 对吧 然后过去数据 我们过去结果 RES 结果等于 STMT 里边有一个FETCH 里边有一个什么 用PDO 冒号 FETCH 下输线 ASSOC 获取光连数据 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判断 如果 RESULT 什么意思 如果 这样的话是有数据的话 那就是真吗 对不对 没有数据的话是不假 对吧 对不对 如果 你看 获取到数据的话 就是 就说没有我们获取到数据了 对不对 当然我们可以用 那个影响行数 或者什么的话 都可以 对不对 你总之判断就行 比如获取这数据 如果数据里边有值 我们干嘛呀 对 对 那我们这 如果数据里边有值 是不是这样可以就行了 对吧 我们去 干嘛 去更新 没有值的时候 我们才 插入数据 来 这里边锁定一点 上面这几条 咱们加上数试 对吧 通过 sid 获取 已经 有的 数据 对不对 然后这 如果 已经 获取 到了 数据 怎么的 就不 插入 而是 更新 是不是 那我们这块 这块什么呢 如果 没有 数据 就 新 插入 一条 数据 是不是这样 就就可以了 然后 我们看一下 如果这块 已经获取到的数据 那我们就 怎么呢 这块 我们该怎么做 对吧 用update 对不对 还是做一条 cp 等于 什么呢 update 更新 什么 更新表 session 对不对 看一下我们这里 字段都需要试试哪个 数据 肯定要更新 sid需要更新吗 那用户的ip和这个 用更新吗 不用更新 因为他一直用这个 对不对 如果换浏览器的话 咱们或者换这个的话 咱只需要重新销毁 一下就可以了 对不对 咱现在不用更新 那两个 所以咱只需要更新 谁 时间一定要更新的 时间不更新 就会出现什么问题 对 30过期 就判断不了 对不对 数据一定要更新 对吧 所以 sd 业铁 等于问号 对不对 然后多少 然后啊 u 中心时间 等于问号 前面我们一定要加一个什么 side 对吧 然后 warn条件 还有什么 sid等于问号 这几个值一定要有的 然后stmt等于doll self 里边doll pdo 里边pre pare pare 准备 这个 secure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stmt 我们 execut 执行什么 执行 执行 执行的时候要传三个指数据 就是传进来的 DT 是不是 更新的数据 然后 还有什么 是不是 time time 是不是当天时间 每次更新 是不是当天时间 给他 对不对 self 冒号 到时候有个 u time c time 当天时间是c time 然后 self 什么 第三个是不是 sid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看一下 咱们现在看下这里的时间 现在咱看一下能不能保持一条技术 我DRVD删除 不让我们从session里边 是不是数据被空了 查询 没有数据 对不对 现在 刷新一下 这里边 这有一条数据 我再刷新两次 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还是一条数据 证明就被剁了 这样就保证一条数据了 那保证一条数据 先看一下这个更新时间 因为数据当时一样了 没有变化 对不对 先看一下更新时间什么呢 139 先看这块 759 对不对 我刷新一下 你看这变变了 是不是变成77了 我再刷新 是不是783了 对不对 那你看一下这样的话 只要用户有动作 这个更新一阵 是不是就执行 对 是不是有效的问题 有效的问题吧 所以呢 咱们需要处理一下 怎么处理呢 看一下 这上面把这数据处理掉了吗 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呢 如果 如果什么呢 如果数据和原来的 怎么的 不一样 才更新 数据和原来的不一样 采通性 对吧 那想要数据科 原来如果一样的话 有标明性吗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办呢 这话就得判断一下 如果什么呢 大夫 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个 SDAT 对不对 如果不等于 传进来的一个数据 就是新传的这次的三人数据 和原来数据固存的 不相等 我是不是采通性呢 你看 不相等采通性 那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先刷新一下 我们看一下 因为数据现在就是相同 对不对 时间 你看哥们哥们一起看的时间行了 七八三 对不对 再刷新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是不是还是七八三 对吧 那这样也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那就是每一次我刷新或者有操作 是不是数据如果用户登陆就一次吗 其他三人没赶 是不是这个表永远不更新了 永远没有更新 他这条记录是不是就容易被过期啊 还不行 还得怎么办 再来一段 或者什么时候更新呢 对 时间一样的变化的东西 对不对 但是时间变化更新 用户操作 比如说十秒钟之内 操作一百个页面 你能更新一百次 数据还没变化 没有必要对不对 所以咱可以稍微做个缓存 比如说根据你那个最大生存时间 那个刚才他是不是改成50了 对吧 那咱看一下 没有必要怎么的 因为他更新太频繁 咱可以稍微深缓存 比如半分钟 那就是30秒 咱们让他更新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那这里边 咱们为了做实验快一点的话 怎么是我用10秒时间 你做一下 好不好 要什么呢 那如果 RESUIT结果集里边的 就是咱们 数据库里边原来存的那个时间 是数据库里存的时间 是U time 对不对 数据库里边存的那个 如果加上30秒 加上30秒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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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小于了 Self里边的 C time 当前的时间 对不对 你看 如果小于这个时间 我们采取 或者 前面数据虽然不像 虽然相当的 对不对 但或者条件 时间 数据库里的时间 小于加30秒 小于这时间的话 我们也能更新一次 对不对 是不是就一个混存时间了 我们这块展示我们用一个临时的10秒 对吧 我们现在看一下 刷新一下 你快点演示 是979 对不对 我们再刷新一下 看一下 还是979 对不对 我们等10秒钟 对不对 也就是在这块 一直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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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如果10秒钟到了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 9902 那我们在10秒钟之内 怎么操作 它不会更新 对不对 这样的话 既能解决我们更新频繁的问题 对吧 又能解决我们要更新的问题 对吧 这样的话 就能保证我们的数据的一个完好的一个获胜 对吧 好 时间关系 这节课咱们就分下来写 因为这个如果咱们能设计出来 这个算法 那么其他的就很容易了 对吧 好 谢谢大家 我们这节课就这样到这里 好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联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